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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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回到亞洲速球錶賽2000 我是梁少才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球 除了我之外 還有第一位轉打職業速球賽的 香港球手陳偉銘 Hello 你們好 現在我們先看看球員入場的情形 今天我們會有陳國明對桑梨 四場賽事分別是王立成對沙壓 曼露對桑達鑊 洪宗明對莫威涵 辛梨對陳國明 主要我們會看 我想我們香港人的希望裡面都全部放在陳國明身上 因為現在八強裡面剩下陳國明一位香港的球手 是的 陳國明這次也是打得不錯的 最高一度的break是打了90度的 陳國明在國際的賽事裡面一向的表現都不錯 他曾經贏過這個世界21歲以下的冠軍 我希望他這次也能夠贏到這個亞洲卓球錦表賽 現在球員就是陸續進場 首先進場的就是兩位球員都是泰國的球員 我們首先看看昨天的賽事如何 球手分別是華為何不得 亞洲卓球錦標賽2000 北京不覺亞洲卓球錦標賽到今時今日已經去到第十七屆 其實亞洲卓球錦標賽初初的成員國只不過是十多個國家 發展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五個成員國 而今次參賽的國家有十九個 代表的球手有四十多位 首先我們看看十六強的賽事如何發展下去 現在看的是張廷芯對著他的同胞王立成 又看的是第四局的賽事 暫時王立成是以二比一領先的 張廷芯正正在打球 剛剛這球張廷芯調了一個很漂亮的紅球 看來這盤球很容易可以打到桌面上的球 這盤球我相信亦都可以追回 剛才已經打了六十八度 好厲害的Stunt Shot 救回拼球尾袋 這球球我相信只不過在看張廷芯如何表現下去 幸好因為所有的顏色球都在標準位置 韋明你猜他會教哪個球 相信就是教最接近黃球的顏色球 會不會 我想他這球球多數教藍球 會比較容易 因為他跟著連下去 正如你所料 沒錯 似乎勢力了一點 他這個球都應該可以保持得到 他打一個Soft School這樣做得到 真漂亮 這個Soft School真的做得很漂亮 Q的速度剛剛配合到 Q接觸白球的落點 然後保持著白球 對到正的黃球尾袋 連球在這裡 好嗎 這些我想都難不了他 但是 豬仔你覺不覺得 他們兩個對賽會是 大家心理上的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大家對同胞 還有一件事 就是剛剛兩位球員 在馬來西亞公開賽中碰過頭 當時黃立成贏了Sam Chong 我看對Sam Chong來說 壓力似乎是大一點 但是過往幾年來說 我想張庭心的表現 一直在黃立成之上 這樣說法 黃立成比較年輕 經過三天的賽事 一年多大的 很多不少都會有影響 說口未完畢已經打了 過百 喝水 定一定神 結果黃立成是以5比3 贏了張庭心可以進入8強 接下來我們會看第二場賽事 將會由泰國的桑梨 對著香港的張漢彪 目前桑梨是以4比1領先 分數是33比18 桑梨領先 桑梨她的打法 她趴在桌子的姿勢 好像有點動 比較特別 你看到她有特別的影子 我看到她有華達娜的影子 她有一點遲 我想她們一直以來 受到華達娜的感染比較大 正如在英國方面的球手 她也會很容易 學了亨特利和戴維斯 那些一樣 沒錯 這球的力量不錯 扯登後 調到中袋 可以推前 調到黑球 這些就是萬流中袋 就是這支 不過位置不錯 可以把白球 放到右邊的骨順邊 調到紅球 尾袋或者中袋 不過要落一點 是左手變勢 這球球 我想她做出來 其實效果都不太好 如果她的白球能力低一點 就更加好 不用下勢 是啊 力水一流 力水一流 加上右手球員 就是適合手型 不用用Rest 唯一難倒她 就是要清桌 就要看看可不可以打入黃球 這球球 我想她做個拼球 要做得很漂亮 才可以調到黃球 這個位置你又怎樣看 這個位置她可以打個退後 這個位置她可以打個退後 直上去黃球 拍著骨順那裡 但要留一點斜位 才可以調到六球 難度很高 正如你所料 看看力水怎樣 太直了 太直了一點 不過她這球應該可以調到六球 就看她這球 射不射得進 真是整個華達賴 連企圍都一模一樣 她神態方面很像 希望她打出來的水準也一樣 結果這個黃球是打失了 但也不要緊 仍然以5比1 贏了香港的張漢彪 而得以進入八強 對方的 接著下來 我們看看香港的陳國明 她的對手是印度的莫贊 現在看著就是第八局的賽事 目前陳國明是以4比3領先 在打球就是陳國明 她的對手莫贊曾經在90年 在英國打的職業比賽 而且她也是曾經 亞洲卓球錦標賽的冠軍得主 聽說她在印度受歡迎的程度 比電影還要更重要 暫時我們還未見到她 看看陳國明是怎樣打這球 教到一個藍球 看來這球都是要推過去 接著寫一個扎位紅球 沒辦法 而且還要推過去身上的桌子 她接下來這幾個紅球 都好像不容易處理 沒錯 左邊兩個紅球就是一九九 而旁邊的那隻 就被黃球封住一邊袋 正如你所說真的很難處理 看看她這條紅球怎樣處理 就是落個位在哪裡 好 我想她現在選擇設定一球 但是這些情形都應該是射球 做一個角度去繼續盤球下去 比較好一點 好了 她就是沒了 想了就是想怎樣設定一球 設定一球當然可以拿個上風 因為她的對手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可以說打得小心一點 無可後飛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球是太保守 而且這球球設定一般 對 維持不住白球 扣上來 就送了尾袋給莫贊 現在我們有機會見到莫贊 試駕路都不頂 目前分數是24對58 陳國明是領先 莫贊已經需要做一個試圖架 36分 相差 對陳國明來說是很有利 因為她只要贏這盤球 就可以進入八強 差一點點 這球球對莫贊人來說 有一點有利的位置 可以推上來 把白球收到一個拼球後面 還薄了 其實對於印度球手來說 他們的白球控制應該通常都不錯 因為他們打B-Lad會比較好一點 對 不過據我所知 如果你打B-Lad 你要放下試圖架 他們的打法 其實已經是很現代化 打B-Lad 多數是打TOP-TABLE 盡量用力水來打 已經跟以前不同 以前是LONG-OFF SWING SWING SWORD-ZEN 沒有那支歌仔唱 現在就是 因為你拿回的速度不夠快 所以一定要打TOP-TABLE 這球捨得很漂亮 把白球收到一個P-TABLE後面 兩條固信 夠到 希望沒有壞 看來也應該沒有壞 陳國明這一Q可以怎樣做 我想也是打一個薄球 走回白球上去 沒錯 但是要避開黃球 也要避開P-TABLE 同時更加要是 因著紅球彈出來 就不會在代表邊 他會比較小 希望做LOOK-TABLE 沒錯 避到 而且紅球長得很漂亮 一流了吧 這個球打得相當之好 不過應該還可以打到紅球 但是也很上風 因為一個遠程 鑑鎮怎麼設定呢 設定不了 彈出來是Key到個Fair球 還有一個鑑吉留給郭明 如果陳國明搭這個球 我相信莫讚也會棄拳這局賽事 不需要調球 只要入球 很可惜 差一點 還薄了 可能陳國明打算贏了 自己放鬆了一點 對,有時候 人越鬆 就不是輕鬆過鬆 放鬆過鬆 就不是一件好事 真是人孫不如天孫 想不到這樣 就是打過柯虎 堅甲地輸了這球 結果是陳國明 以5比3 淘汰了莫站 而得以進入8強 剛才那球設定得很精彩 對 最主要來說 陳國明 最後那個球 應該也要打完 好,我們看看第四場的賽事 是由香港的陳偉達 對著菲律賓的曼盧 目前陳偉達是4比2領先 而且有20分的優勢 我以前在比賽 我亦都見過這個曼盧 他的動作 我記得都很野笑 怎麼野笑呢 好像炒飯一樣 對 其實沒錯 大部分的菲律賓球員 他們都是打鋪出身 即是美式場球 他們很擅長於落西 就是我們所謂炒飯Q型 炒炒炒炒 但是他們落西 是落得相當之好 還有他們可能 打習慣美國寶 形式的桌球 所以他們去做些事 有時候 跟我們慣常做的事 是完全兩件事 想法都不同 對,沒錯 代口大一點 有一點酒盞 是打後打薄去下球 不過他們在Slogger方面 他們已經進步了很大 在這幾年裡面 看看他的Q球怎麼處理 打個黑球 因為近距離 推彈 很漂亮 色落左手邊西 這Q球真的很漂亮 看到最接近黑球 那隻紅球是有尾袋打的 其他那些紅球應該都封住了 我想Ping球上面那隻紅球 還可以做到 那隻要調到左手邊尾袋 還有右邊的中袋 他這個球很容易做到 一個很有利的位置 打個Stunshot 很漂亮 似乎力水太太直 他如果中袋那邊打 我想他會扯退後 就很容易調到 沒錯 把白球留在現在白球的位置 就一個漂亮位 不聽話,勢力太多 他想調到尾袋 他想調到尾袋 沒錯,勢力了 很可惜 他可能中袋那邊 即是不太好打 這球球要射一尾 射一尾,打個薄切 把白球留在尾袋附近 力水相當之好 他的意識都好 他帶多一個紅球出來 結果 萬勞就是以5比4 贏了陳偉達 足以進入八強 二十一 歡迎大家回來 亞洲足球錦標賽 二千 八強的賽事 現在看的 是會由陳國明 對泰國的桑梨 賽事是採取九局五勝 現在就 是由 泰國的桑梨開球 先 另外一台 是由 台北的洪仲明 對北基斯坦的 毛罕默 兩邊的勝方 將會對壘 至於另外兩台 是菲律賓的萬勞 對泰國的孔達雲 黃安城 對印度的沙雅 朱仔,你覺不覺得 泰國的桑梨 他描波的時候 即是出Q之前 他停會比較久 那個Pause 對,他好像在學著 戴維斯初期的 出Q方法 那個叫Punch 應該是 我記得就是Pause 那個Pause 即是用Punch的打法 但是這樣的打法 有好有不好 會比較穩定 但是呢 那個Q的速度 似乎會慢一點 我想如果用法力的時候 那種方法會比較好 陳國明先試一下 試一下不錯 稍為美中不足 這個紅波 就是上不到半桌上面 那 桑梨就可以把白球 傳回到下面 如果那個紅波 是上到上面半桌 那麼他要顧忌那隻紅波 他現在也是打個薄皮 他要避開黃波 要避開黃波和啡波 我想他 他要遮住中間的紅波 他不讓你射 他不讓你射 沒錯 正如我剛才所說 因為一個紅波 如果剛才可以傳到上面半桌 這個應該是一個賺 我想你如果傳到上去的時候 他的處理方法會改變 對的 好了 看看陳國明有一個遠程 稍為窄位的波 可以試一下 基本上桑梨昨天設的球 是屬於犯了錯誤的 如果在一些高水準的賽事來說 貼不到邊 是啊 他留下了參試給人 打薄了 而且白球 阿虎 還給了四度 桑梨兼甲送了一個大機會給他 機會就落在桑梨身上 看看形勢 黑球應該只有左邊 未能打 而拼球就出來了 他這個球球很好的機會 很好的機會 很好的機會 現在很多紅球都開放 新彈一條鎖 稍為勢力了些 這個球打得不太好 打藍球會薄了些 打啡球要上半八修正 黃球就是老徒遠了都會打藍球去教 看看能否修正 打黑球對上面那隻 他要避開幾個紅球中間 會突然落底菇彈出來 很可惜 中駁了 不僅是亞洲球員 就算世界級的球員 在初期下桌的第一盤球 都會有少少壓力出現 那些球球呢 很明顯了 Sony就有壓力 打失了那些球球 但是,朱仔,我想他們怎樣呢 他們可能始終是 作賽經驗沒有那麼豐富 譬如我在英國見過那些球手 我想應該下桌已經可以了 因為你已經是由初賽打到來 後期已經打了很多場球 沒有那些東西 沒有那些壓力的東西 應該已經排除了那些東西 郭明這球打得很漂亮 連銷帶打 把黑球推前一點 調回左邊尾袋 稍微窄一點 不過不要緊 因為是右邊 代口附近有個紅球 不需要發力 就可以調到紅球 其實郭明如果能夠 在這一盤球裡面 他把握好一點 因為在Sony自己 清醒之前 他做多些事情 我想他這場球 會很容易這樣可以 就是偷了雞線 沒錯 打球是很講感覺的 尤其是教球 在這些生寶桌 這麼快的桌 感覺是很重要的 盡量消除對方的感覺 而自己可以投入 就是百善百勝 不過說就容易 馬英 他現在 陳國明他 他只要做一些 他平時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暫時是說 他打完桌面的幾個紅球 你譬如 你是一個 比較好的球手 你不需要要求自己做太多 你去做到 基本上做的事情 你不去迫自己去 鍵球 這麼快 你慢慢在你適應了桌子 或者適應了環境 才去做多些事情 是比較好一點的 沒錯 最簡單的說 就是盡量不要犯錯 16 打了16度 亦都是對著尾袋 可以推前 調黑球 新橫調拼球 和藍球 我想他這個球一定會調藍球 因為你留下藍球 去調紅球 是比較容易很多 你要推下去 即是你下一個球 要做多一個步驟 沒錯 你實際上是虧了 位置好的 就可以是打stunt shot 位置不好的 要借cushion 就容易犯錯 好危險 17 調到拼球 他這球球 我想他可能 即是他一來更薄了 他如果更厚 他的球對拼球更直 他更容易調 他現在可能要斜一點 他要避一點角度 沒錯 雖然左邊的紅球 是凌丁了出來 但是右邊的尾袋已經遮住了 推下去 調到右邊的中袋 似乎又是勢力了一點 他就是因為他剛才調到拼球 如果他調到藍球 他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他根本是他選擇上有錯誤 剛才 23 不要緊 可以調到尾袋 如果他打尾袋 可以調到藍球 也可以調到黑球 因為其實 剛才來說 如果他做最容易的事 是容易達到最好的效果 他根本實際上犯了一個 挺嚴重的錯誤 是便宜來在前方 出了中袋 他對中袋 是否還能夠打尾袋 他對中袋 對中袋 好可惜 這球很漂亮 這個球 他打完下一隻紅球 我想他一定需要關閘紅球 換言之 在調紅球方面 就要流力水 盡量調到對直就最好 他可以這樣說 譬如你這樣大力了 你大力了 你可以調到上手斜位 這個位置沒得受 這個位置留 推下去 要多少 有多少 這個角度看起來 他這個球可以推前 如果喜歡扯後 喜歡拉後 然後撞一股筍去撞散 即是看自己善於打什麼角度 他現在打這個球最好的方法 應該就是白球 就是伸前了才再退後 那他的球就會做到最散的 那一排紅球 沒錯 如果不是白球 就會埋起紅球堆 你看他做得好嗎 也不錯 不過白球走得太軟 基本上他這個退後的速度不夠 其實應該那個球 撞到紅球之後 一路拉後 他可以一路繼續撞散紅球 可能他的Q power 他不夠 沒錯 換言之 那個Q的速度是做得慢了一些 你看到 例如一些英國球手 Jimmy White 他做一些扯後 你不需要他 因為他特別 他比較 他的退後 是辭明一些 另外很多球手 也做得很好 在Keyball方面 因為我相信 很多人都會練 很簡單來說 看到Keyball的球 好像有兩陣力 是這樣的 是的 這個球球修正得不錯 很可惜 彈出來 黑球還有中袋 不過比較近了 較紅球 會比較困難 我看到這個球手 Sony 打球好像很柔 但是他又 跟我見到那些 例如有些比較柔的球手 有些分別 我覺得他的Q的速度 不是很足夠 這樣引致出來 他很多次做的事情 或者可能他現在未適應 因為我不是經常去看他打球 所以 我想 他暫時來說 我覺得他的動作做得不太好 關掉了 施錄架 這球施錄架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他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上風 跟著下一球可以好一點 沒錯 刺球更加好 好了 球證告訴他是刺球 換言之他可以向開邊打 不需要打動紅球 這個球三球 下回底 分數是23比18 陳國明是領先5分 他如果控制得好 可以利用六球遮住 幾個球 就算遮不住 起碼可以遮住 一大部分 這個球應該基本上不會很困難 因為他有少許背仔 沒錯 要背仔可以用一支豬扒 我們叫豬扒 好像豬扒那樣形狀的高叉 來的 兩個鋪筍 盡量不要拼拼 他應該做三個鋪筍 太厲害了 他那個鋪筍 動起來 捉下去 有少許 帶了一些 背滾 在那裡 把白球拖慢 他的意識都是想利用六球的 拿不到上鋪 陳國明是可以射一鋪筍 我想陳國明這鋪筍 可能會切球 走回來 他嘗試去射 可以 螢光幕右手邊這隻球 是可以切尾袋 但是呢 就是要避開 拼球和藍球 沒錯 正如你所料 他應該很自然 不需要刻意去避 應該在拼球和藍球中間 可以走下去 我看他的角度有少許差 很難說的 因為那些桌蓉是新的 走出來的角度會比較闊 加上他有時候中下去的球 就不太硬 走出來的角度會有偏差 是 我覺得這個桑尼 他瞄完球之後的頭 就選擇低 他會有很多小動作 有些 好還是不好呢 應該就是不好 一定會 最好 你瞄完之後 你自己 趴下 你會帶動了 你全新的 就是你之前做的動作 全部改變了 你會 那些桌子都算做 設得不錯 雖然左手邊有得 try 但是呢 就給黃球呢 就是有少少 浪著個beach hand 郭明呢 會不會去射 射完呢 就肯定會有個藍球 中袋 他可能射完之後 下面那堆紅球 是沒有chance留下 或者他所以肯去射 千萬不要動那個死那個 那你也沒有辦法 你要去射那個球 你估計不到那麼多 果然呢 就是 射那個呢 就是那個 就留了個機會給桑尼 一個中距離 其實 朱仔 你也有參加過很多比賽 其實在這些泳上打 我感覺到 你用的力比較油 是比較好處 沒錯 現在大會所用的是 所謂十號泳 比較薄身的一種泳 剛才我們下去摸過一張桌子 那個毛頭比較長一點 那個順額毛就是會很明顯 但是 我在英國參加過那麼多比賽 我打過的那些 在職業賽裡面的桌子 是完全沒有純額毛的 那就是在板布上面打 是的 他只是一個很快速度 快得很誇張 和這些桌子 我想一定快這些桌子 很多很多 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打球呢 那個感覺很重要 其實如果你習慣在英國那邊打 和回到亞洲那邊打 完全是兩種東西 要重新適應 對 要重新適應 完全不同 這球球就弄得很漂亮 那麼他就是想刻意 將白球留斜一點 黑球扯深了 結果是打失了這個紅球 這個錯誤是很大的 很嚴重 最右手邊的紅球可以 嘗試左邊的尾袋 現在分數大家 相差4分 桑尼27 陳國明23 那是一個拉鋸的局面 我想他們可能兩個 都沒有那麼適應 可能大家都有點害怕 緊張 那變了可能 落手第一盤 是比較膠著狀態 多些 中袋 似乎就會被藍球遮住了 可以打中袋 他好像想打球 那在沒有壞的情況下 都不妨一試 我想就是 我看很少球手會嘗試這件事 他真的這樣做 而且也打得不錯 調整黑球 就是斜斜地向著尾袋 我想我看那些球手 除非在贏了的情形下 會去做這些事情 甚少在比賽 大家在爭取的過程中 去這樣做 好了,這個球調得不錯 左邊、右邊 分別都是向著尾袋 A 他現在兩個選擇 但是 他現在 我想他可能調藍球 藍球跟著調下紅球 2 推彈 9 還是調黑球 還是調黑球 那如果他選擇黑球 他調接下來的紅球 比較做多了 做多了一點 沒錯 沒錯 要下一點點西才行 因為那個球都頗直 其實他當時來講 他在比賽裡面 他不是那麼清醒 如果是你很清醒的時候 你一定是去選擇藍球 如果不是這樣 都沒有貪勝不知輸這句話 是啊 你根本因為相差兩分 你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但暫時來講 不過到目前為止 表現都上算 中規中距 不錯 他現在要調一個反手的黑球 才最好去撞紅球 推彈出來 角色就不錯 不過就太接近的黑球 他現在這個Q球要打到 很多top spin 要很法力打才撞得散 就是紅球 因為瞄到很高 這樣會比較容易 而且這條Q球要打得很漂亮 不是會 DoubleQ 不錯 還是慢一點 是啊 還有中夾雷 這個球影響很好 因為他有藍球的洞口 永遠都很容易去連回半球 一個小小斜位 不需要刻意去調球 好 中夾 他這個球可以借界 紅球再拉後調黑球 大力一點 25 這種球是最難因力水的 是啊 因為他的球速度 是全憑Bat Spin去走 因為他又撞多了那個球 他要借那個球力 沒錯 還是打黑球 似乎信心爆棚 黑球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因為最近他 對 他黑球和藍球差不多 他藍球 可能 他怕留下的差距機會大一點 他也很保守 這球球 他也不肯去教紅球 沒有刻意去教 是啊 比數相差29分 暫時 薩尼是51分 至於明仔是23分 薩尼是52分 薩尼是52分 剛剛是52分 有個遠程 可以試試尾袋 但是打完之後 黃球 Sport點附近 然後紅球 有機會給對方 近尾袋 要避黃球 他其實 我想他泰國的球手 可能 他們的比賽經驗比較豐富 他選擇一些東西 他怎麼都不肯去動 就是近Cusion Pin的球 他怎麼都盡量去 就是希望 就是一路拿多些 和你的距離越拋越遠 他不會說 好像別的球手 可能他們經常是 就是在 就是泰國的比賽比較多 所以他們的 就是想法是 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比較實際 他們可以說 你說得沒錯 因為呢 暫時他的分數都是領先 如果把那些紅球帶出來 只有對他是沒有利的 相反來說 陳國明當然是最好 撞到骨筍邊的球 絕對同意 石嬌 三條骨筍 把紅球運回到上台 37分距離 桌面還有41分 陳國明這個球一定會搏 他希望能夠保持 較多咖啡 然後撞到紅球 這樣一球打完 就贏了他最好 還可以搏 哎呀 真是這球危險了 4 真是危險了 把飛球帶到尾袋裡 亦都是送了4分給新尼 Napadon4 雖然沒有壞 但是分數是越來越距離多了 雷元 叫他打Q 因為中間那隻紅球 是被拼球遮住了 那1Q就一定要想辦法 盡量不要送中間那隻紅球給對方 其實這球沒理由叫他打Q 這球很容易設定 你沉落底也可以 撞球回去也可以 應該不是一個很明智的缺責 沉落底有機會把白球 收到黃球後面 這個球很容易沉落底 你自己有枕勢後城 你突然打薄球 似乎他真的沒有選擇錯誤 其實這球只不過是陳國明 中得不太認 他打後了很多 那球 那球 剛才我們所說的B1 就是這種 可能陳國明暫時未適應到他的心理 如果說心理狀態 泰國的球手是不錯的 他們的比賽比較多些 推彈 有黑球尾袋 1 我曾經試過一段時間 停留在泰國 跟他們的球手 每天做一些比賽 我大約維持了一兩個月 每天可以有比賽跟他們打 打餐飯 扯燈後 但很可惜 就是打失了 因為很重的右手變勢 對 其實郭明也不應該投降 趁這個機會 稍微再熱身一下 這盤球現在輸著46分 我想其實 在他想熱身也好 但 就算有些情形 你想去滾他也可以 沒錯 因為Sexy滾架 可以將對方的氣炎 稍微降低些 扯少了 如果要調校黃球 會困難些 放上啡球 遮掩 結果陳國明這盤是投降的 目前新來是1比0領先 剛才那盤球 大家似乎是 比起這麼投入 我感覺上 他們還未集中到 在比賽中 可能 一來 陳國明的壓力 會比較大 因為香港剩下的球手 另一方面 我想 這個桑梨 他 是一個 比較 很實際的球手 他打的那種 就是我們所謂 Winning's look 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 歡迎大家 繼續回來 亞洲 速球錦標賽 2000 今天 慎義館的現場 八強的賽事 是由 泰國的 新來對香港的 陳國明 賽事是採取九局五勝 目前 新來是1比0領先 打球的位置 是陳國明 其實 朱仔 你覺不覺得 這個新來 我想他是一個 很難應付的球手 實際 因為他比較硬 很實際 對 他有點像意大利足球 找手突擊 對 對 陳國明 設定了六球 結果把白球留在桌子中間 一個很好的枕手 讓對方設定 其實你如果對著這球手 我想最好的方法 你在他頭段的時候 你在他未集中來比賽的時候 你應該要 自己做了些事先 即是自己盡量少犯錯 對 你讓對方 你把壓力推到他那邊 盡量不要那麼快讓他投入 這是一個很上算的打法 但是似乎陳國明到現在 自己都投入未到 一個不錯 但是要避開 右邊菇順邊的紅球 對方的 盡量把白球藏在六球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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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了 還有少少運 左手邊代口邊這隻紅球 比藍球應該遮住了 入球圈 暫時應該看來 他還是會設定 暫時應該看來 設定球 就是要想辦法 盡量就不要輸左邊這隻機會 是啊 沒有他打個薄球 但回去 六球那邊 那邊 那個角度 都應該不會輸 右邊的紅球 打過鞋子 打過鞋子 似乎想嘗試 幸好 真的打過鞋子 把白球上升 力量不錯 是啊 他在適應桌子方面 暫時應該比陳國明還好 陳國明還可以設定 陳國明還有機會 設定 設定到六球 啡球後面 最好 而且那個枕手也不錯 但暫時看陳國明 他適應桌子方面 我想他暫時應該做不到這個 打球 打左邊這隻紅球 打左邊這個球 打中・・ Party 打贊 打右邊 打最好 打右邊 打右邊 comunic not please 打右邊 打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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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電視機的角度和現場的角度有分別 我想應該這個球不會很困難 乘位 盡量把白球升出來調黑球 很可惜是打失了 而且送了機會給陳國明 希望把握到這個機會追回一盤 可不可以 這個球 這個球陳國明應該可以調藍球 很容易繼續下去 希望他能夠集中到去做好一點 不錯的 撞球 彈出來 右邊 不錯 盤球上面的紅球也排列得不錯 我們看看他的球員如何調校 他這個球我猜他還是會打了一個缺點 缺點感覺可以堅持 應該可以堅持 但他會不會這樣做呢 難怪 要堅持的左右兩邊都有 左右兩邊都有 他選擇的較容易 他推的教中袋 亦都可以 聽完你的話 不過他不喝 很可惜 這個AC shot竟然是打失了 不得入分 而且就是維他人作嫁衣 把機會教了給對方 所以顧得這樣就顧不到這樣 打球就是最容易出現的東西 其實他這個情形是他自己集中得不好 其實他犯了一些是他自己心理上的錯誤 有中袋 亦都可以教到藍波 推彈一孤筍 可以衝到紅波上 可以教到其餘幾個紅波 聽完你的話 這個位置不錯 不錯 但是他要教得好 這個球球看來就不太容易 教藍波修正 教藍波修正 力水怎樣 不太好 7 弱了 好 你叫他打藍波 要走上來 就要避開啡波和綠波 他有幾個選擇 可以選擇黃啡中間 洛西 兩枯筍膠 就可以了 這些有很多種選擇 正如你所說 他是一個很穩固的球員 當然選擇最闊的位置走下去 如果在黃啡中間 那個角度 會比較小 但他走那邊的角度 是不好 他那邊的角度 要落到很低 才有一個紅波 是差事 沒錯 因為最右手邊的紅波 如果在啡波和黃波 那邊下 在過來桌子的V 就會好打很多 對 對 其實他真的 我覺得他 選擇錯了 很穩固的 太穩固 太穩固 選得不錯 啡波 也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是把中間那堆紅波遮住了 只剩下左手邊的紅波 讓郭明看到 不會去搏呢 我想他應該不會去搏 其實他現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自己慢慢去設定 去想一下 就是你放鬆自己 才去做 你如果現在 你強行去搏 你犯錯的機會更大 沒錯 在緊張的情況之下 打球就不會很抽成 這球也設定得不太好 把機會交給新尼 其實他這段時間 可以拉慢節奏 比自己有得休息也更好 即是被施應那招 是的 對 要慢打快 其實都不是說什麼 只不過這段時間 你在現在還未適應到 你去給自己一個位置休息 但你適應了之後 你可以提起快的節奏 其實泰國在亞洲桌球錶標賽裡的成績 是極之好 過去十六屆已經獲得了十一屆 冠軍 至於其餘的五屆 兩屆是馬來西亞 一屆是印度 一屆是巴基斯坦 另外一屆是我們香港的肥師兄 郭君成所獲得的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一屆 設一個不錯的桌子 這個桑尼 他經常給很多 就是看他在這裡打 他只不過他拿你幾分 十幾分 然後他設定你一桌 他根本 他的殺傷力不會很大 暫時看到 但他會給你很多麻煩 依賴你的球 是的 是的 看看怎樣 其實正式來說 你一個球手 他不需要好球 他只要趴到桌子 他沒有錯誤 已經是一個很難對付的球手 即是Sunny現在這些球 是的 沒錯 但Sunny暫時來說 他也有錯誤出現 他有差事留下 郭明有些混仔 藍球遮住了代後邊的紅球 Sunny要try 左手邊這隻紅球 就要避開桌子上面 所有的紅球 然後才可以把白球運上去 否則他就教不到球 各位觀眾聽到的掌聲 其實現場是四張桌子一起打 他很聰明 利用黑球和紅球遮住代後邊的紅球 陳國明現在… 我看來他最充滿的方法就是 推黑球旁邊的那個 輪迫著代後那個 等那個麻煩在對方手上 知道怎麼做嗎 不如看看別人怎麼做 是的 一如理所料 有 其實他推那個紅球 推得不好 推勢力一點更好 對 留下一個捷鏡給自己 對 因為若果現在 Sunny可以把白球走上去 就是 那兩隻紅球互相遮住 是的 變成自己 沒有了代後邊可以打 我相信Sunny也不敢這樣做 因為一條捷鏡 那這個紅球都是AZ shot 他現在最大機會做的 就是要不就找個黑球 錄上那個 他現在嘗試的難度比較高 他選擇那兩個紅球互相遮住 把白球傳到飛球和綠球中間 希望飛球和綠球可以遮住 能否遮住 看來遮住 沒錯 看看郭明的身體語言 我們都感受到他遮住了 而且這個角度很漂亮 一條捷鏡被他踢 那紅球都不讓他踢 是呀 他這個球設得很漂亮 他最主要就是 陳國明打了紅球上去 令到他留下了一件事 他犯錯機會降低 否則他未必會肯去嘗試 去設這條捷鏡 那這條捷鏡可以用一個 辣字來形容 好了 郭明如何遮住代後邊的紅球呢 好可惜 如果不擊的黃球就好 好可惜 好可惜 如果不擊的黃球就好 現在就算留下這個差勢也不要緊 對方很難調到 好可惜 唯一呢 可以是踢開旁邊的紅球 調到一個黑球的黑球 因為那些拼球打下去 肯定是可以踢到旁邊的紅球 如果他好運的話 可能會調到一個拼球 調得很漂亮 但其實基本上 這個球一定不會是容易調到球 打球不可以講運的 哈哈 但你在這些情形之下 一定是有少許運氣存在 好可惜 來看看他的運氣如何 打這個球很聰明 對 這個球打得很聰明 雖然是較為Hard Shot 但不身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但也很可惜中厚了 郭明又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寧願打一個 寧願不去選擇 因為他認為去教Ping球很困難 因為他不會希望去教黑球 如果你是問過 他想去教Ping球 他自己都不想去教Ping球 會做到自己的 去教Ping球 他要去教Ping球 一打完自己的 另一打完自己的 他就說了 可他現在在心中 時也不是想試去做 想教Ping球 我不清楚 不過現在做出來的角度很好 很容易可以練到一半球 可以打個Stunt Shot 一條Gusion彈回藍球附近 弄回中間接著紅球 輕力一點 輕力一點 連我也緊張了 真的嗎? 應該弄得到 真的 我比他更緊張 不行 所以我肯定叫他輕力一點就是這樣 很可惜 其實他做得不錯 他做得不錯 暫時來說他對桌子適應得不錯 走就一定是這樣走 問題就是你的力量會不會剛剛好 在那裡 可能他今天 或者日頭來練球的時候 沒有因得那麼好 其實他還要適應一件事 日頭來練球的時候沒有那麼多人 現在人多了 桌子的速度 相應的速度 會慢一點 對 只不過是打了六度 剛才 但是程國明留下很多次機會 給Sony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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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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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因為他教了黑球之後是容易做的 都是教藍球的 大力了一點 可以選擇打個啡球 他真的比較穩定的球手 嘗試打美代 很準 好了 修正到了 桑妮在這個比賽中適應了氣氛各方面 現在一定要陳國明給他壓力 才能夠有一個均衡局面 但是暫時Q in hand還是桑妮 扯退後教藍球 613 那些Q球很難做一個右邊 因為如果是鑑粗扯深一點 白球有機會中袋歐虎 好了 借古筍 但是要避開啡球和綠球 比賽中 比賽中 力量剛剛好 比賽中 這麼粗扯就沒有幸福 不如拿一支延長 加長一點的尾 不用擺身上那張桌子 那麼辛苦 他這種延長 我最初見人用的 應該是一個蘇格蘭的球手 Ellen Mamanis 是 他最初拿一個 拍照的菲林的桶 插了Q尾 因為他就不 沒有那麼多人跟我做這些事情 初期 他跟著影響到後期的人 去做這件事 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菲林的桶 真的 我想都沒想到 是啊 發展到現在 就有些所謂三個骨的延長 就是這種 藍波中袋 調球會比較難一點 也要借古筍 這個球員很用力 但他也是很保守 很保守 他不肯太 他不肯太去做 為下一個紅球做太多事情的球手 真的有運 雖然打薄了 打失了藍波 但仍然是沒有什麼壞 目前新年以32比7是領先的 這門球來說 暫時來說 還算是挺好打 因為你拼球 黑球都還可以調得到 不知道夠不夠位 問題是現在 就算夠位 也是一個很斜的位 夠的 夠的 但是一個很斜的角度 要調整黑球 會困難一點 但是幸好 一件事就是 拼球後面尾袋 還可以調整的 這個球如果有兩層角度 很容易可以調到拼球 甚至乎 利用拼球 撞散那堆紅球 你可以 贏得到這盤球 理論上可以完全是這樣的說法 但是以他現在這樣的狀態 以及這樣的心理狀態 真的要兩體 做得不錯 調到拼球 對 而且角度也不錯 真的可以把哪三隻紅球 困難 因為他撞過去 還有一個一定能調到的紅球 在黑柴旁邊 沒錯 好 看看他能否力玩抗爛 好 漂亮 好球 較為可惜就是 藏了兩個紅球 他撞下去這球 他撞得不好 他撞得太大力 這球應該很勢力撞過去 那幾個球 開了出來 而打到黑柴旁邊的紅球 然後再打幾個開放的紅球 但是他就是 大力一隻 對 他根本自己 發力把球推進去 這球是一個很錯誤的選擇 但是也好 先追上分數 暫時是25比32落後 但他基本上 他應該很容易 就可以打那堆紅球 因為他不太大力撞過去 其實這盤的形勢 如果不是這樣 也不錯 對 簡直是很好 剛才那球 是很容易可以贏這盤球的 你那幾個紅球不是問題 你是要想怎樣打到黃球 六球後面之後 甚至乎你打到 fair球的時候 你盤球已經贏了 夠贏了 夠贏了 你增加一些困難 你發力下去打那時候 15 好了 打完這個拼球 再打完這個紅球 正如你所說 就要考慮 怎樣把旁邊的兩隻紅球 帶出來 才可以繼續打下去 只不過他這兩個紅球 是因為他剛才一個 發力撞過去 那時候 用得太大力 如果不是他根本 這兩個紅球已經不是問題 需要想想想 這球球可以 一條球想把旁邊的黑球 把白球留在現在這個紅球的位置 但要靠黑球 可以這樣嘗試 我看是未必能打到 遮住 打了21分 要設定Q 目前的分數 他是30比32 只不過是落後2分 能給他一個東西 vinegar 打成 Ô entwickel 之前對這些球 也有一些牽手 沒有很多 他把他們彈出來 要躲到內容 心理 Tech 對,我想他也會落時很小 中間穿角很漂亮 兼夾把黑球帶到台口附近 這球已經打到21度 你看他剛剛設的球設得很漂亮 但他帶給對手的麻煩不太大 對方可以跟他的路線走上去 對,很容易設球 但新來就要避開 右邊的紅球 盡量不要把紅球帶到台口附近 很聰明 很聰明,很穩固 很穩固 已經是估計到 黑球旁邊的紅球被黑球封住了 兩個球分開已經沒有壞 其實在我們角度來說 可能會說他很聰明 或者在一些球迷的角度來說 會覺得他會比較悶 很聰明 角明的角度寫得不錯 把白球藏在黃球後面 只剩下右邊的紅球 可以看到 只剩下右邊的角度 新來這種打法是 不球有攻,彈球無國 是 很保守的一種打法 其實我想他在業餘裡 可能還可以打一下 如果用這種方法 你如果在職業賽裡 你沒有創造性 就會比較吃虧 沒錯,業餘球員 就可以送機會給你 職業的球員 根本就不可能這樣送機會給你 是要爭回來的 就是你的機會 職業的 避開拼搏 左邊的尾袋 A 按夠長 要用延長 要用延長 這門球 只要他打了兩個紅球 如果他打了兩個黑球 他剛剛可以贏 剛剛夠贏 剛剛夠贏 沒錯 角度好像一般 如果是直 就很漂亮 如果是有一點斜 對 對 那你扯下去會困到一個紅球 如果你打算困到紅球 你直接用力去撞 直接撞紅球出來 也是機會 唯一要給的就是雙手 沒錯 這邊斜下去 應該就是斜下去 他這個球可以 發力一枯槍調 不夠力 他也是想一枯槍 拍在枯槍邊 去打紅球 不是很夠力 16 他不肯去做那麼多 我想可能他做到的 或者他很穩陣 一定要進入球 正如我所說 筆球有功 彈球無過 可以把白球收到在飛球後面嗎 收不到 Napardon 16 打了16分 目前的分數是48比28 Sony是領先20分 其實在這些情形之下 大家領先 即是你領先20分一定是有好處 因為藍球是較為黏菇筍的 因為藍球是較為黏菇筍的 石球又撥球 撥球了 撥球了 陳國明這個球 可以一高瞬間走回去 撥球 撥球 好漂亮 好可惜 大力了少少 稍微有少少好處 是 Sony要打厄武波 反而 就是陳國明 就是 兩個球 調轉 就是打回順武 就是不需要遷就這麼多東西 這個球設得一般 陳國明這個球 應該可以很容易做好滑架 滑架就容易做 如果是 容易救的 就不如沒有做 但是他可以 有幾種方法 譬如這個球 你打一個 stop shot 那個 紅球撞 六球 半球 彈這個球 都一樣可以做好滑架 把白球收在啡球裡面 對 沒錯 你利用啡球去滑架 這個球的力度較小 有中袋試試 他現在留下機會給對方 有中袋試試試看 但是他不能調整 黑球 還未夠分贏 對 但是他可以利用咖啡去調整 黃球 沒錯 我看他的策略 現在都是這樣打 加上他一貫的作風 都是穩守突擊 非波都不打 穩陣度打黃球 黃球一定能調整 是啊 對 只要把白球撞橫一點 黃球放回Sport點 可以調整 右上角的 但是他打黃球的時候 他要再打多一顆球 沒錯 數就是這樣計 對 3 亦可以計算過數 飛球和六球距離這麼近 要調整得很容易 對 沒錯 所以打多顆和打小顆 不是那麼大影響 對 但是他這個角度似乎斜了一點 都應該可以做得到 做得到 做得到 5 因為他那種 勇呢 是去打 新勇 打到Soft School 效果會大很多 沒錯 角度不錯 可以直接斜坦後 調整Fairball尾袋 8 好漂亮 只要打Fairball 就夠分數贏了 好 穩固度 慢流 害怕 害怕彈出來 他不怕那張桌子有一顆沙 他應該打 搞笑而已 搞笑而已 那你譬如有時候有戳粉 不奇怪 這本球結果陳國明是投降的 暫時新來是2比0領先 好 好了我們休息一會回來看魚下的賽事 好歡迎大家繼續回來新醫館的現場 收看亞洲策球錦標賽2千8強的賽事 是由香港的陳國明對著泰國的新離 目前新離是以2比0領先的 我看暫時來說 陳國明要快些適應比賽裏面的事情 希望他能夠在第三局或者接下來的賽事 做回到他應該平時做到的事情 這局是桑尼發球的 桑尼他打球的 我覺得他是比較穩陣一些 以前香港國軍城的方法 和他我想都很接近 但是他打的速度就會比桑尼快了些 他很多球手開球 譬如有時候見他開第五隻 第四隻 有些甚至乎開第三隻都有的 下面數上來 陳國明現在暫時要先設定Q 其實陳國明現在最重要的 不是說是技術上的 我想他心理上 他暫時一定要克服到自己 就是想的事情 或者安靜下來的 現在 桑尼可以打一個中袋 他不打 現在又是選擇ZQ 一貫的作風 其實桑尼一直是希望對手犯錯 而留下東西給他 他不希望自己去找一些機會回來 他不是不希望 而是不嘗試去這樣做 其實陳國明應該和大家在這裡設定 讓他難得拿些賺錢的時候 就要令到他去搏球 令到他去犯錯更加好的 尷尬 尷尬現在又是要調整Q 他想去搏中袋 因為這個球打完之後 不會留下任何賺錢給陳國明 很棒的打法 很棒的打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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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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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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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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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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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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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自己放膽一點打 打Kill比較重一點 可能把自己的信心提升 那種方法不是不好 而是那種方法你一不行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輸出一盤球 所以以前很重 好了 我們看看一盤球 這盤球弄得不錯 雖然要用Rest 但是很容易可以打黑球 只要打個Stunt Shot 在黑球底穿上來 就可以打到右邊的尾袋 用Extension 這球球很容易 調到很漂亮的黑球 就算調到怎樣 你接下來調紅球也不困難 最困難的就是要扯下一個Cusion 即是要避開黑球 不是 我說 用黑球去調紅球 接下來的Kill 魔力水走得不錯 有個斜位 可以借Cusion 兩條Cusion 把白球留在Pink 和藍球中間 角度剛剛好 這個球是可以打小便 可以打小便 可以打小便 很漂亮 正面的中央 可以打小便 看看Pink 有沒有右手的尾袋 分別的球 可以打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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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可以打小便 比賽的比賽是改大了 因為以前的職業賽 因為有太多觀眾投訴 以前帶了10盤球 可以看到1QC 過百分的比賽 但是近幾年 改造的比賽 有太多觀眾投訴 很多球不是投訴 所以將代口加大一點 現在比賽用的 已經加大了 標準的代口 少許斜位 很可惜 還薄了 仍然有些壓力 好像仍然 他還未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我想是想教藍波 但是很可惜是打失了這個紅波 陳光明暫時是說 都有點力不從心 隔壁台其實就是 有些比數 中華台北的洪仲明 暫時以0比2 學後比巴基斯坦的莫含默 至於菲律賓的曼倫 是1比1 和泰國的觀達王 打成平手 馬來西亞的黃立城 和印度的沙亞 亦打成1比1平手 很好的 車燈盒 不錯 勢力了一點 我嫌他 像菲律 是啊 離開菲律少了一點 但這個球還可以 這些就是考究你出球夠不夠直 應該不是很困難 一種打法而已 推前 出球不錯 他出球不錯 但我覺得他 Q的力量不夠 他不會很夠 即是不夠力量 不是力量型 換言之 如果他肯用多些碗 速度會快一點 球的力量會好一點 是的 他會做多很多事情 在桌面上 不過幸好 今天的桌子比較快 以這樣的Q的方法 已經足夠了 少少的斜位 是的 他現在可以選擇調校中袋 那堆紅球裡面一個中袋 另外近邊的中袋也可以 或者甚至Key散 那堆球還可以 對 Key散的Key散真的很漂亮 問題是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Q Power 其實不是很足夠 Key散的球不是那麼散 是的 如果這些球 通常在泰國 我看到華達娜那些去打 他瞄到白球很高 他做了過去 撞了一堆紅球之後 白球會有些滾 繼續去滾 散球 我經常說華達娜那 那些爆球好像龍鑽一樣 是的 嘖 那些球好像陀螺一樣 轉開 因為他Q Power夠 所以他做出來的效果 很多時候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他撞內的力大 還有他撞完球之後 白球繼續轉 會脫離其他他的紅球 所以他有差勢的機會是高很多 Q Power都做得不錯 17 多加藍球 但是拼球旁邊那堆紅球 右邊的尾袋 就是沒得打的了 看看他怎樣調 可以調中袋 他的打法確是極之小心 是很小心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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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主要 我想可能 就是 陳國明今天 自己的心理上有問題 就是未適應到 已經是落手輸了一兩盆 那 可能是難打少少的 顧問論點也好 現在也有個機會 向著尾袋 可以扯後一條孤筍 彈出來拼拼 對 分數現在陳國明落後 10分 但看來這個球球一定得到 不止10分 兩個拼球都14度 對 對 退後 大力了 玩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對桌子的適應性 都還沒有那麼好 很多時候他調到之後 然後呢 調完那個球之後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好像 即是打到調不到 經常都是打到調不到 對 不過他現在這球球都好像修正 一個桌子落西 再撞另一個桌子 調到差距 好漂亮 走出來 但是呢 似乎距離遠一點 6 要扯得很深才可以 是扯後調回拼球 這個球 這個球可以扯好深 或者你直接 Key那個拼球 去教那個拼球都可以 好 看看他用哪種拼球 實扯到拼球 他實扯到拼球 他可以就算再用力 教藍都可以 他扯好深 好漂亮呀 這球球 稍為美中不足 就是要背仔 對 暫時現在來看 陳國明的球 也不太遷就他 好像 對呀 打球就是這樣 當你在下風的時候 每樣東西都綁手 綁腳 正如陳國明 現在是 教到呢 又有些球背仔 打黑球 太難教球 暫時是落後三分 背仔 他都迫著要推他下去 推他下去 推彈的Cuzion 可以打到Stun的 或者 這些 這些 推球 是有些 背仔 推下去 正如我們打Golf的所謂 Inside out 把白球拖歪了 直接中到離譜 有時候我們落西 把白球拖歪 這些球就這樣 很足夠 他其實剛才可能想打一個 類似Stun Shot 這樣 都不一定是 那球 不一定是推球 但這球球 即是 不經不覺他落西打尾 對 對 最主要打尾了白球 可以打黑球 是一個窄位 黑球未必可以打 我想他多數打藍球 去調校 如果去搏的話 可以打六球 也可以 六球 可以順滾把白球 拉到左邊 Cuzion 調校左邊的紅球 對 甚至有些球手 打擊紅球 也不奇怪 我想他不會這樣做 我相信他也不會 保守的打法 我相信他也不會 換陣道 他直接又不去調校 又不去打擊 純粹打不進 打入多三分 打不進 少三分 正如你所說 真的把白球收起來 暫時只不過是領先四分 其實我在比賽中 我亦撞過很多球手 我在這種情形之下 很多時候 我都會和他 大家設定很多球 我覺得 你要我犯錯 大家欠個機會 有時候我去打球 塞個機會給你 其實我們 我們可以說是舊一排 對 現在打球 設球是真的不錯的 我不是自己賺自己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設球 對 你現在新一排 被亨特利感染了 很常會去打球 對 其實各有各好處 對 譬如設球 設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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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其中 把球打萬流 也都非常保守 將白球投掃到 箱筍邊 利用勝打球 洞球和敵球遮住 袋口邊 對手真的很難操 很難在他身上時 拿好處 對 你會發覺好像 有些 很難 像咬得進去 但你咬,又咬崩牙 你不咬他,你不跟他討厭 就討厭不了 真是很難打的對手 其實這些對手你最好的方法 在我來說,我認為都是 跟他打一鬥石 你等他也要… 嘗試一下 嘗試去打球,等他也要有付出 即是套用武俠小說 金融,以彼之道還自彼身 慕容福 不要說武俠小說了,先說桌球 這球是扯退後 想利用黃球遮住袋口邊的紅球 可惜有隻球是走出來 有個尾袋試試 他很大力會扯走 可能他也要不壞為原則 他這個球去射 不進去踢走袋口邊的紅球 是呀,以不壞為原則 這個球手的打法 其實我不是很欣賞這種打法 這種打法就是 很多觀眾都不是很欣賞 因為不好看 是啊 而且你感覺上 他實際 但其實我覺得他對著一些 不是那麼強的對手的時候 他會實際 你對著好的對手的時候 你亦都是沒用的 沒用武之地 是啊 好了,陳國明這球打球 打不到 上來吧,怎麼設定呢 右邊就是有個袋口 好 他這個球要Port 他這個球要Port 可以試中袋 一條咕訊交給啡國 但他們這盤球打到 全部沒有 只有一個黃球是差事 我想這盤球會有排放 接下來 你需要怎樣 緊緊地跌不住袋裡 都是很保守的打法 他見到咕訊邊有隻紅球 他把白球貼咕訊 就算不進去也難打一點 是啊 是啊 不用看了,一定是ZQ 把白球留在左下角 力水不錯 好,郭榮可以把紅球打上去 把白球貼咕訊在哪裏 其實這盤球 我想大家都… 現在在這個情形 暫時都不會拿到甚麼 認真的好處 但分數距離只有五分 三紅球在桌面 就算Port入 也不容易教到Color球 頂多讓你教到黃球 是啊 對 很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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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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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沒有點壞 其實兩個球手來說 ZQ方面,桑梨可能比陳國明好 其實陳國明的起逼能力都不錯 但很可惜他沒辦法把自己投入 對,他沒做到他平時做到的事 一句說完都有點緊張 對 這叫兀石,黃球是遮住了袋口邊的紅球 只剩下右手邊的紅球是看到的 ZQ要想辦法不要讓袋口邊的紅球看到 沒有Double Kiss 雖然走得不錯,但袋口邊的紅球是可以剩下的 稍為有一點好,就是沒什麼球調 但你說沒什麼球調 如果他這個球撞進去,他碰一下藍球 你也很麻煩 很頭痛 對 對 這球一出球已經動了肩膀 打失了 真的有雲 上風球的雲永遠都會走到他那裡 Kiki的藍球,白球就很難打 這些很常會出現 這些 郭明是可以把紅球撞到左邊這隻紅球 不是白球,就是黏在黑球附近的 差一點遮不到 還可以剪掉 我想他不會剪掉 把白球走到藍球那邊 他是一個這麼穩固的球手 我想他一直不停保持不壞為原則 不給你那麼多好大的球 讓你盡量 令你沒有那麼容易投入 因為你相反來說 陳國明給了很多容易的機會 如果陳國明令到他過刀難打的時候 他就要選擇去打球 其實現在他已經感覺到陳國明是 暫時有壓力在他身上 對 打都不太好 對 相反陳國明送太多刀事給對手 把白球尋底 對 桑尼在有機會輸刀車程之下 他從來未… 我在這裡看那麼久 可能他拼過一次或半次 他不肯去拼任何球 他不肯去拼任何球 相反陳國明會去拼很多 以前有些老人家教過我 四字決,穩、忍、等、拼 他真的十足十 對 最後才用那招薄 首先要穩 接著要等餐士 可以見到紅波 好,但是你要冷一點 有差 但是很難教 可不可以把藍球勾出來 他看來這個角度 除非扯過去 推可能不可以 混水一點 對 但是他這個球打進去拼他的Q 也好 那邊還有一個拼球 是開了出來的 打進去做拼家 聽完你的話 拼球可以try 不過是一個軟水路 選擇 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 應該是用這個方法 在拼球和啡球中間穿過 穿不穿到蓋 哎呀 差一點 如果穿到蓋 彈出來一點 就會被拼球和黃球 遮住紅球 其實他這球 選擇上 我不是很滿意 打薄了 他一來打薄了 如果他直接自己去救個六球 會設定比較容易 夠看合格 這種比較進取的打法 是啊 哎呀 還給他一個機會 他拼到遠程 Cutball 看個力水 似乎拼球不夠位 黃球夠不夠位 他反而會拼得很辛苦 把黃球推到黑球和啡球後面 他把白球推到啡球和黑球後面 推前 是的 很漂亮 這個打法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把黃球更加放在袋口附近 如果你救不到的話 很容易爭取到一個機會 很漂亮 真的運氣都沒有了 對吧 是啊 這個打法是弄得這麼漂亮 又進入了 竟然被拼球遮住 唉 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唉 很可惜 不過這個球球應該都很容易救到 和… 即是不太容易輸賞 當運不在你的時候 就不是這麼說法了 這個球球真的救到輸賞 希望呢 就是那個啡球比較難救 好直的 看來他教不了 3 路途這麼遠 要教士輪格 就要把白球扯停 或者是伸前一點點 都有點困難 暫時分數是38比31 上來就領先7分 他這個球扯停 都可以做到 就算他打個骨頭上去扯停都可以 但是他會不會這樣做呢 他… 太軟了 想打個stunt shot 把白球扯到黑球後面 但是呢 條Q的速度不夠 扯不到那個球 分數欠7分 陳國明要入三個 兩個三個 是啊 陳國明要打三個 反而… 桑梨呢 就是… 只要打兩個就夠贏了 陳國明這一球 如果他射… 就這樣… 低Q射入這個球 都應該不會很困難打三個球 不過壓力很難說 真的很大壓力 獲得很厲害 是啊 看白球走位就知道了 完全過了中桌 不怕沒有… 暫時沒有留下餐士 但是一個機會贏不到呢 對手就會… 比較輕鬆一點 是啊 對呀 這球設球呢 是… 都挺難做視乎假的 相信他會設到沒有壞就算了 他這球球 我想… 他可能是想切還是怎樣 看他瞄準的角度 那麼好角度 太薄了 好了 有機會了 不是這樣吧 不要被藍球遮住 這個角度看下去 似乎僅僅夠cut 應該是夠cut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 很難被得開個黑球 和那個拼球 將那個白球彈回來 教過藍球 如果落到低Q有可能 輸的Q彈 對呀 扯深一點 4 打了個洞勢出來 Napadon 4 竟然中薄了 柯虎 送了四度給對方 兼夾一個是大餐士 球前柯都算是黃金機會 這盤球 兩個黃金機會 其實已經錯失了 是啊 現在反而送了給對方 對方只要打兩個就夠贏了 推前一點點 調回尾袋 用Reds 對到正 很準 9 分數就夠差贏了 Sony有一樣 比較好 他在壓力的短口 他會比陳國明更好 沒錯 我可以看到他 這些球 都是 好像吃菜一樣 完全不會被壓力影響到 這拼球又如何 沒有問題 打完這個拼球之後 分數已經遠遠超前 黑球可以不用打了 暫時 Sony 以3比0 是領先的 我歡迎大家 繼續回來灣仔 伊利沙伯體育館的現場 欣賞 亞洲 足球錦標賽 2千8強的賽事 現在看的是陳國明 對著 泰國的 桑梨 暫時 桑梨 以3比0 領先 陳國明去開球 4架 其實隔壁還有三張桌 馬來西亞的黃立城 以2比1領先印度的沙亞 至於菲律賓的曼盧 就是以1比2落後 給泰國的孔達宏 至於另外一張桌 台灣的孔宗明 就是以0比3落後 給巴基斯坦的毛罕默 對 桑梨在這場比賽裡 暫時都好像沒有受到 什麼認真的考驗 完全沒有 可以說 有機會給對方 對方又打不到 是啊 其實剛才陳國明 是很好的機會 可以攀成1比2 很可惜在飛球的時候 就是打失兩個機會 這盤是 一開始就爭取到一個機會 中袋 很簡單的一個推薦 就可以教到藍球 其實陳國明在這幾盤球裡 的chance都可以說 多到 都很多下 但是自己把握得不太好 1 這球就是 為了增強自己的信心 就不打中袋 希望打多一點點的法力球 令自己的Q 可以溫暖一點 扯球去教藍球 部署就不錯了 看看發展成怎樣 他現在可以教到黑球 這盤球很容易 可以打幾十分 如果看職業賽 就是1Q 打七八十分 或者過百就贏 其實亞洲賽 就算水平位不太高 如果你能夠1Q 維持在四十多度 打2Q過80度 已經夠贏了 是啊 可能大家的水準 有些參差 變成你很容易 會在一盤球裡 有兩、三次機會給你 剛才看到陳國明的心 有點急 對 球職還沒叫賓 還沒擺球 就扣了下去 其實是錯誤的 但是我反而覺得 他好像現在 他適應 他有自己的節奏 出現 希望是這樣 你叫Q 球 做得到白球 也不錯的位置 22 因為陳國明 在早幾年前 我經常有跟他打球 我感覺上 他現在才 像是他原本的節奏 其實你練球 和比賽 應該要用一個節奏 平時陳國明打球 會比較爽快 剛才 就見他 越打越慢 越打越慢 就失了自己的節奏 你叫Q 很漂亮 張國柏 你是 猛橫一點 可以 他可以選擇 調黑也可以 撞散了一堆球 調藍也可以 沒錯 那就看看力度的運用 調拼球還可以 還是怎樣走 多一點 要溫 真的不碰不碰 多一點也好 少一點也好 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平頭倉 他撞下去 鍵球的力度不夠闊 選擇打六球 好 更厚 更厚 在他打這個球 剛才打這個球 打這個六球 的時候 他已經把自己拉慢 他變成 他有懷疑 有懷疑 沒錯 剛才是很爽朗的 對 他應該是用回他的節奏 譬如你懷疑的時候 你設定一球 你等對方犯錯 是更加好的 剛才陳國明 打了一球 31度 桑尼有個尾袋 可以推前 夠黑球 還補了 所以自己打到球 對方會感受到那種壓力 對 對 因為他心裡會想 如果我這球不進 我會留下什麼 會引致什麼效果 沒錯 就是令對方想多些 對 雖然是這樣 但自己把握方面要做好些 可以 看來現在陳國明好像很放膽去打 放膽去射 其實這樣還好 判輸來了 賽事是九局五勝 暫時呢 陳國明是20比3落後的 桑尼有個遠程的機會 可以是推尾袋 調回黑球 好 看到這兩球球 剛才一球紅色 現在一球是遠程 那個射下去 都有點猶豫 對 他這球球選擇打個Stun 他想白球 跟黑球距離拉得很近 中隊有個機會 可以推前夠藍球 也可以扯後夠黑球 很漂亮 1 力量不錯 有個角度 可以發一點點力 把白球留在拼球附近 調回左邊尾袋 陳國明這球球應該很容易 唉… 真可惜 1 這球球已經完全不交球了 都打死了 其實他現在出球球的動作做得很好 跟他平時做的動作是差不多的 應該是可以… 即是他現在下來的表現 我相信會好一點 我希望是這樣 沒什麼機會 對… 上來要放掉 射下去 而坐在中袋 真的棍棍棍有一點不差 是啊 陳國明現在應該有中袋 這個球球… 如果陳國明能夠 藉著這一兩球贏了他 他自己跟著下來的幾盤 可能會打很多 自己就順一點 對方就默一點 是啊 一個相對的情況之下 會有機會的 好漂亮啊 這個球 1 退前一點點 調回黑球中袋 角度似乎是斜了一點 他底褲都還可以調到… 紅球 有了 往前一點 雖然要用REST和兩個球距離近 但也不失為一個不錯的差勢 這球球我相信應該贏得 扯深一點點 調回黑球 調得很軟 扯得不夠 可能兩個球的距離是很近 所以他不敢去GQ去得太盡 其實他剛才那個球 他用SOP SCOOL已經做到 他不需要扯固 就是踏兩條固 我相信 就這樣陰亭的球都可以 因為你在新勇裏面 你做到 做到 絕對做到 就是你在一些出球室裏面 未必做得到 沒錯 完全同意 很可惜黑球也打失了 送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給對方 暫時陳光明是以41比0領先 是很可惜的 你不用教 只要一個蠟精 射入尾袋 就可以有一個黑球在代口邊 其實這盤球,陳國明盡量不要給對方那麼多機會 對方已經有一點粒粒的跡象了 對,這盤球應該很容易贏 再給對方一個好機會,不是一個翻身的機會 對,他留下機會給對方 因為你現在桌面那幾支紅球很容易打到 你帶人41分,在這一球球 可能會在分數優勢沒有了 桌面上只剩下六個紅球 其中四個就在桌中間,很容易調整 只要白球在拼球附近,幾乎是必定有機會 左邊數過來第二隻,可以是推前,調整黑球 會不會直到一點呢? 我看就會直到一點點了 他或者會調整中袋 如果不是,他就要很深的退後出來 就是要 似乎是斜到那邊 這個球很漂亮,有一點右手邊西 避開紅球而彈出來 16 16 這個球球他很敢下勢 因為他現在的分數是迫使他要這樣做的 那倒是 每一盤都有一盤不同的打法 好像這盤球落後緊就要爭取分 不到他們打穩守突擊 是啊 17 打了17度 阿博 其實陳國明,就算我們在這裡看 我也感覺到他好像很緊張 譬如他對手在打的時候 他又跌高去看人 其實他自己安定不到自己下來 像潤晃,找毛巾在那邊擦手 那就是很多手汗 又剪,習偉 盡慢 吐了 這些球,如果我們在球樓打得進去 因為現場的桌子比較骨頭 是啊 他打他之前,他好像有點害怕 有個好機會在袋右邊 陳國明正在打17分 正在打17分 只要打三個紅球 三個顏色球就夠贏了 是啊 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 對他來說應該不是很困難 因為三個紅球都在中間 只有一個紅球就在那邊 稍微實力 走多兩個球位就不需要用Rest 當你下風的時候 你可能錯誤特別多了一點 對 又有點猶豫 都不敢用Q法,純粹 盡量就慢 夠不夠力 唉,真的很可惜 為了要盡量就慢 來教球 這球球就打失了 如果夠力,這個球可以進去 是啊 給個代口邊,你打1分 那這盤球都危險了 不過暫時來說 這個 Sony這球球 我想 第三個紅球都不太容易打出來 換言之,這盤球 對Sony來說 關鍵是左手邊這個紅球 沒錯 對,沒錯 加上如果你要較近左手邊尾袋 是一隻錯手來的 要用左手才對 要用Rest才可以打到 對 打一個TOP stun 先前一點 1 其實被人追近一點 自己的壓力又大一點 是啊 但是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到 抱歉著 我覺得好像今天來說 陳國明打出來的水準 真的好像不太好 如果我認為 跟他 自己本身的球 最少相差了三個黑球 對 我想相差很遠 足足兩班到三班 對 好了,進取一點 打孤順邊的紅球 對他來說是要這樣做的 因為他要追分 他現在不打孤順邊的球 他永遠贏不到 就算這一球不搏 他下一球也要搏 暫時落後緊10分 一個斜位 可以推彈 其實這個桑梨 真的很保守 我想剛才那球 一定是打孤順邊的 那一隻 我想八分之八十至九十的球 應該都是要去搏 我想是八分之九十九 我和你都打孤順邊的 他就打孤順邊的 你一會兒 你不太容易調整那個位 而且這球是調失了 兩個球是黏住了 黏住了拼球 雖然很容易可以調整 士路架 但是很容易調整 算分 落後9分 打拼球 打拼球 可以不需要打動 都可以 只要推前一點就可以了 好 漂亮 1分9 推前一點點都是一個施路架 這個力量不錯 盡量不讓黑球邊的鋪筍打 令他要夠長鋪筍 但是其實陳國明應該夠邊鋪筍好一點 他如果夠邊鋪筍 勢力夠壞 永遠不會壞 他夠長鋪筍有機會壞 沒錯 會有機會推前代後鋪筍 其實他有 你去選擇這個方法都是錯誤的 沒錯 這球算是弄得不錯 這樣彈出來就沒有怎樣壞 其實你說得完全正確 如果他是夠右邊鋪筍 兩個球碰上 或者是一個雙擊 都可以說完全沒有壞 是啊 顧問是怎樣 這球呢都可以說是 不幸中之大幸 沒什麼機會輸給對方 確定 這球很清楚 這球的走位 控股筍 控股筍 你用藍球是遮住了紅球 郭明要夠球 我現在的綠球 和啡球中間穿過 彈出來 這球去夠 一點也不難 但是你要不留下 就比較困難 要兜底 靠左手邊一點 一點 中就中到對角度 不要打布傑 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個火星撞地球之下 就是反彈對方 可能有拼球打到 有 有啊 都是很薄 紫薄 要用風吹吹它 嘩 蹲下頭來看 緊緊看到 很厚 嘩 中到這麼厚 這麼說法 這球打得不太好 這球打得不好 如果可以打得這麼厚 它可以藏在黑球後面 其實是 是的 應該一定可以 我想它原意也是這樣 某位式做不到 想有機會給郭明嗎 郭明這球打入紅球 差不多 大局已定 又是中到 又是失去了 也不要緊 黃球是遮住紅球的 其實它這幾盤球裡 每盤都有一至兩次機會 是贏得的 但你自己是把握不到 其實把握機會是很重要的 舊球 右手變勢 好厲害 這球有兩個 夠了 看看紅球怎麼走 沒有怎麼壞 這球好色 可以打個stunt 把白球藏在黃球或啡球後面 是呀 他現在要打一個cose 薄球 太厲害了 白球無法接近 這球也很好設定 對 對 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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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他也是切薄皮 去設球 白球 兩個固針走回來 拼球後面 切右手邊 對 他選擇另一邊 沒錯 切右手邊 做得不錯 看見到四分三球 做兩球分開 利用飛球 六球 或者是黃球 遮回他 看力水怎樣 不錯 切得很好 切得很好 他又要兩個cose 去撞後球 一定要後球 如果不是壞 機會很高 不過他這球球 他會下很多西 可以保證他會中後球 如果球離開 多少cose 他會很容易救 下西 有下西的危險 這球就不進 兼顧救不到 有下西的敵人 有下西的敵人 找到下西的敵人 即是說 究竟判他沒有意識 雙尼這球球 其實已經有運 他的球跌入袋 他的敵人 判球已經輸了 對 現在還有這個機會 讓他再救 對 好了 放回原位 再救 扣了四分 其實讓他放回 他會比較容易救 因為剛才已經有了經驗 知道球怎麼走 對 他知道角度會怎樣變 一樣 這球球更離譜 他不發力 打成這樣 Henomis 照一樣的判法 我想最主要是 那個 那個 桌蓉 Coushon 是新的 他控制不到 好 桌蓉身 和球身 走出來的角度 會比較寬 剛才的情形 一樣 寬了之下 就是從紅球的右手 走出來 要打短一點 夠了 其實第二球的角度 可以搏 因為不像孤準 對 對 在黑球附近 不像孤準 其實可以搏 不應該讓他再救 他可能見他救得不好 而自己又 打擊一下 對那個 就是他搏 今天來講 他打軟桌也沒用 可以搏 搏不到 這球很漂亮 中得正好 把球升上去 好可惜 是碰到個黃球 給對方一個 很好的機會 是把白球 藏在黃球 和啡球後面 相反 你現在這一盤 陳國明在大分 Sony 現在整天要打球 暫時領先 17分 測試了 沒有 不疼 正如你所說 拼球 你幾乎 煙光 一邊一個 有些找到 啡球 他現在差不多最好的角度 這盤球 打黃又可以 打咖啡又可以 剛才 陳國明 每盤球 有些機會 就贏得 但是贏不到 現在 看看對手如何 也在落後的情況下 拿到一個很好的機會 3 其實這盤球很容易打完 這盤球我想 陳國明來說 就要 等別人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這盤球 基本上全部是Easy Shot 你還要在領先3比0的局數之下 對手更加難犯錯 只要推彈就可以調到Fair 打個Stunt Shot 好 力度稍微小一點 再打個推彈 他這個球要很大力衝出去 衝兩個Cuzion 或者一個Cuzion 充分利用整張桌子 把球滑上來 角度一流 兩邊袋也打PingB 看他喜歡哪邊 只不過是落後5分 換言之 要打完三個球才夠贏 17 都不要緊 黑球在代後邊 只要入到PingB 必然就有參試 23 黑球 只要入到 就贏到這局 應該是難到他了 很有信心 謝謝 入完這個黑球之後 暫時桑尼 就是以4比0領先 賽事 每四局 都會去一個休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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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新醫院現場 亞洲賽球錦標賽八強賽事 目前陳國明是以0比4落後 開球的位是桑梨 賽事九局五勝 陳國明現在處境非常不利 0比4落後 直落贏五盤才可以出先 加上他今天的狀態其實不錯 只不過覺得他的心理壓力比較大 其實我感覺上他今天是第一盤球 如果他贏了第一盤 我想今天會出現另一個故事 沒錯 自己把握得不到 相反 人家拿到機會把握得到 此起彼落之下 自己會變成輸球 Q球很漂亮 打了個符碌 撞了落袋 可以打個啡球 或者六球修正 所以很多的職業球手 例如大維斯 打比賽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盤 因為在第一盤中 他能夠適應到 他不讓對手這麼快適應 那麼他會好處很多 現在這樣看法就是絕對同意 快 這盤就是扯大力 白球癡、咬筍之餘 亦都是一個較為難切的球 兼格是難教球的 我覺得很漂亮 六球會調到藍球 雖然錯誤也不要緊 可以在啡球和綠球中間穿過 彈出來 留在桌子中間 左邊已經有一個尾袋 Q球很… 錯了 他的順推會比較好一點 就算這些球 其實你這樣穿過 一定是藍球的六球 因為左手面是雙方向 對 如果你拉藍球的飛球 彈出來 都會是 踢到飛球的 這個經驗似乎 不足夠 他可能他對桌子 或者對新球 他的熟識能力沒有那麼高 不驚不覺是扯深了 是啊 他可能 或者他不是經常 在一些新櫻 或者新球上面 連球 所以變成他習慣了 是在另外一種東西上 即是一些舊桌 或者桌球室 桌子裡面的做法 好了 看看這叫六球 可不可以修正 可以修正 輕鬆一點 沒錯 這個位置就漂亮 位置就知道在哪裡 看看可不可以把白球 控制到他 哎呀 幾乎是舊桌子 舊桌子也教不到 現在就漂亮了 守戒位 黑球旁邊的球 是可以推的 其實我經常都說 就是 教球 其實桌子 各樣的東西 其實不是有那麼大關係 打球最重要的是 感覺 很多球 教下去都是憑感覺 很簡單 人家叫你 這些球怎麼用力 這些球都可以解釋的 是感覺 有很多都是感覺 你可以做到出來給他看 或者未必能說到他聽 台快、台慢是不同 好像我以前問一個老前輩 不知道很生氣 好笑 我說台快和台慢應該怎麼打 應該怎麼回答我 他怎麼回答你 台慢你會打大力一點 台快你會打小力一點 我真的不知道很生氣 好笑 說回現場的球 先別開玩笑 再教一個拼球 可以打一個軟體 把白球留在藍球旁邊 很漂亮 他踢一踢紅球 做得很好 看來他接下來 會再撞散一些紅球 可能 31 不是 他下面紅球 底的那隻 不知道有沒有一波 最接近黑球那隻紅球 應該是有左手邊尾袋的 如果有他就不需要撞著 撞前就行了 撞前就行了 撞 這個頭撞很漂亮 這球要預留角度 打一個黑球 希望把白球旁邊這些紅球解散 郭明應該會調校反手的機會大一點 推彈 他比較大力 我想他不是很滿意 白球做成這樣 不是很滿意 其實應該是用一些Q法 把白球控慢一點 他可能他 適應桌子那裡 是 不是那麼好 正如我剛才所說 那個感覺不是很足夠 不過他現在都做得很漂亮 不要緊 還可以是修正的 44 看看怎樣調校藍球 如果可以推到各個 那邊調校的位置最好 他不推過去 45 做了桑梨的打法 他調校拼球 原來拼球那裡夠位 拼球要用REST 可能 打藍球要很重的右手邊尾袋 才可以把紅球撞散 但在這些情形之下 落這麼重的尾袋很危險 他現在 我想他都盤輸去打 他什麼都會嘗試去做 他說西兩孤想去炸散他 沒錯 很重的右手邊西 西就西到 入就入到 不過很可惜 白球的路線不太適合 添不到紅球 50 我看他打了兩三桶球 都是落西 全部都跟他要求那樣東西 爭了很多 他經常都不夠西 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在這張桌子上 裡面做出來的效果 即是沒有那麼食篩 或者 那個球是新的 他打下去 即是要比他平時用多些篩 絕對同意 較為滑一點 新桌和新球 還有一個窄位可以打 對前想調黑球 合適來打失了 這球已經打了50度 既然這麼精彩 我們休息一會 看看魚下的賽事 好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亞洲賽球錦標賽2000的現場 八強的賽事 是由香港的陳偉明 對泰國的 目前陳偉明是以0比4落後 至於分數方面 這盤 陳偉明暫時以50比0領先 陳國明 我想你… 不好意思 因為我旁邊的球手 實在對我太大的影響 我們說了他的名字 是陳國明 有個好可機會 國明 這球應該可以贏 但50分 還有一個大賺 其實九局五勝 都是屬於一個短途的賽事 這個如果在職業賽中 一定是短途 因為職業賽中 最少都是九盤五勝 所以戴前四盤 或者落後四盤 其實都是不大不了 不是很出奇的事 有機會連贏三、四盤 是很閒的 是很常發生的 我想如果在比賽中出現 6 看看陳國明 可不可以力玩狂難 有個機會射尾袋 但是在一些短途賽中 九局五勝 就是輸四盤才贏五盤 就不常發生 但是在長途賽中 這樣出現 我就見過很多次 長途賽是因為 沒有輸的壓力 對 你現在最主要就是 接下來的壓力 似乎國明已經 稍微克服了壓力 出Q 各樣已經不太順 教球可以說 有點得心應手 15 其實應該打快一點 他的節奏是快的 因為我跟他在長途賽中 打了 都有一兩年時間 21 打快一點 希望我節奏好一點 給予對手的威脅 22 座球 黑球 拼球比較多 可以推前 救回左邊尾袋 Q 已經打了28度 加上50度 已經有78分 分數才能夠勝出 28 Key拼 29 他可以Key拼後球 教中袋 如果這樣,他也是想結束後尾袋 不過怎樣也好,他這盤球 應該在分數上就贏了 太厚了 Ivan Chan 29 打了29分,總共是79比0 暫時正在領先 Sony還沒投降 其實很奇怪 你在玩戰術 你戴四盤,沒理由還有這樣的東西 去做出來 應該通常都是這樣 即是開一盤 你桌面的分數 沒可能追到桌面的43分 當然,還有三個球桌 就算領先100分 對手都可以不投降 但正如你所說 如果是這樣的情形 你還不投降 對手越打越順 對自己的範圍就越沒有利 是呀,通常都是投降 你都好像有些 有些情形 人家覺得你好像在這裡 拉肥 開完時間 打拉布,不能拉的 黃球,尾袋 較紅球中袋 陳國明這球 現在怎麼打呢 似乎打啡球 沒錯,兩條肚子彈出來 對正尾袋 五 中袋又可以,尾袋又可以 看他主要打誰 真的越打越順 一早打這種球 就不用有今天的局面出現 是呀,他開始好像很懷疑自己 我看他打球的速度 跟他平時打的方法完全不同 你現在多順 九 九 分數已經夠贏了 相信打完這球 對方都會投降 11 雖然不進 但對方都會投降 陳國明 追上一局 暫時是以1比4落後 沒錯 因為分數太多 真的要投降 好,我們休息一會 好,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亞洲卓球錦標賽2000的現場 八強的賽事是由香港的陳國明 對泰國的桑梨 目前桑梨是以4比1領先 其實旁邊的桌子 還有三張桌子 一直在比賽 剛才有少許搜紋之誤 現在更正比數 現在王立成 以2比2 跟印度的沙亞打成平手 至於泰國的 觀達王 是以3比1領先萬勞 至於中華台北的紅仲美 暫時以1比4落後 巴基斯坦的莫涵脈 1 用尾袋試試 好像近兩門桑梨 急進一點 經常嘗試去打球 有時 戴前後 覺得自己越打越順 有些球看見 兩體的球都會去打球 可能她心紅了 對 心紅了 這樣說法 郭明會有機會 是啊 其實我覺得 水準方面 郭明會 會在她之上 沒錯 絕對不會比她低 但是很可惜 今天在比賽的初段 發揮得不太理想 對方 右邊的尾袋 有一個代表邊 可以切尾袋 但是要下西 才可以避開中間的對紅球 左邊的尾袋 尾袋 沒有下西 多穩固 她寧願 無法打球 總之要進 是啊 她現在肯嘗試 很多球都肯打球 可能她感覺上 陳岳明現在打得好一點 她就要去 交多點東西出來 飛球 你可不可以修正 扯登後一條孤筍彈出來 希望把白球留在中袋附近 做得不錯 五個 五個 有個角度 亦都可以打個 藍球或拼球 這個桑梨她打球的步驟 真的好 即是比較特別 她一進去 她就是 即是很多時候 即是個個都是站位做 但她會很自然地 捲了兩個腳 即是她 即是比較 在我來說 我覺得 她的動作 有點古怪 我們經常 那時候 都說她 像華達娜 華達娜 其實初期打球 二字乾陽馬 你記得嗎 是的 兩隻腳亂 所以她真的學到有些十足十 對 對 角度也不太好 可以捆捆撿 那兩隻紅球 交回拼球中袋 她永遠都看了位置 然後才撥下頭 然後才認真去看她怎麼打 其實這些步驟是錯誤的 我感覺上是不好的 她應該是趴下看 然後才去做 即是可能她在練球的時候 刻意要自己的頭 一直不動 即是一直不停地 跟自己說 提醒自己 對 所以引致要變成這樣 你看到她打球 是沒有什麼用碗的 18 可以交籃球 亦都可以推彈過來 這邊是交回拼球尾袋 19 力量不錯 稍微鹹厚一點 發多一點力 留在右邊 這個球可以發力 把球放進去 甚至乎 你把球放進去 黑柴上高的紅球 應該是足夠的 兩個紅球可以選擇 是的 這個球不打球 應該不打球 這個球更薄了 是的 24 打了24度 但很可惜 打球了紅球之後 不是那麼好機會 其實打球沒什麼意思 有兩個球可以讓你教 是的 你已經有兩三個球可以教 你不需要打球 你增加自己的難度太多 正如你所說 剛才的兩盤 他一定會打球 現在去打球 打球 黑球對上那一隻 希望是能打球的藍球 不錯 不錯 稍微力小一點 剛剛停在中間 多一點少一點 對 多一點少一點 他比較容易打 你就算打完這個藍球 也沒有用 我想他應該很正常設定 如果頭三盤 他一定設定 我想這個球球 就算 很多球手都應該設定 如果他頭三盤 就更加 必定會是石球 不出你所料 打六球 把球沉在啡球底裡 打球 Napadon, 25 這個球打了25分 既然兩位碰球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看餘下的賽事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亞洲賽球錦標賽2000的現場 八強的賽事 是由香港的陳國明對泰國的桑梨 目前桑梨是以4比1領先 至於分數是25比0領先 其實隔壁有一張已經打完 巴基斯坦的毛罕默 以5比1擊敗中華台北的熊仲鳴 他的對手將會是 現在我們在看這兩位的勝方 至於另外兩台的賽事 黃立成是以3比2領先 印度的沙亞 至於孔達宏 是以3比1領先 菲律賓的曼盧 1 桑梨剛剛剪了一個球 很漂亮 有個拼球打 分數領先25分 應該這個球都可以打幾隻紅球 但是這個球要考究一點 我會失去 想推彈出來 打到1度 有少許機會 有少許機會 要調整拼球 就是有少許難度 都不要緊 可以把白球送回去 調整細分球 希望可以稍後修正 要調整一下 這球可以進去嗎 這球球的球,我看就難了 比較少 但如果要調整 藍球 很容易 藍球 黃球 應該是不會困難 中薄了 部柱呢,便是調整 咖啡球的可惜是失敗了 中間有個chance 但是要調球 要把白球避開桌面上的紅球 我看要避就很難避 那堆紅球 避不到呢 踢下去呢 希望拼球可以看到 應該還有少許位 靠貼少一個cushion 但是就不容易 這個cushion要掌握得很好 真的鍵到了 1 阿伯茲,Kusun 哇,上面的球 是啊,通常在你前面 真的保守 通常呢,譬如有很多球手 你那個球,我有機會贏得 我才會去搏 如果我搏完之後 我贏不到盤球呢,我不肯去搏 其實拼球在袋口邊 很好打的 那他呢,看下個黃球 可能他覺得他那六分沒什麼用 他寧願穩陣一點就設定了 最後還是決定打拼球 不是嗎? 完全不交嗎? 他最近那個球也很難交 對嗎? 也沒什麼可以做到 確實是好信 直球來的 是的 打個bine shot 他扯得很深 扯得很深 扯得很深 其實這種球應該不拚 以他現在的分數 不過他剛才領先得太多 可能這個球的心比較紅 這球也照樣拚 但我看過這兩盤好像改變了很多 很多球他都很肯拚 不知為何 針沒有兩頭力 要好看 要拚球 取悅觀眾要拚球 要贏球要打穩陣球 可以調拚球 這球球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真的順了很多 對,他出球的動作 明顯他做得很好 這球球他現在可以選擇 扯退後 調黑柴上面的紅球 如果調到那個紅球的好位 他的球會容易做很多 接下來他起碼多個黑柴去調 扯回來現在的手邊附近 對 手指位 不夠力 勢力 他也想這樣做 你看到他那條Q 那個方向都是想這樣調 對 他不怕還有一次機會 再調平球再做一次 再進去 他說這個球 他想看看有沒有調整 但應該是太冒險了 還是調平球好些 再做一次進去 那位 有了一個經驗嗎 但這球的角度 似乎會偏向右邊 那些紅球比較多 對,他調出來 可能兩個球距離會遠了一點 不錯 多了一點 不錯 射多了一點 少一點,更好 不過他打完這個之後 另外那個紅球開了 他也很願意做到 好啊 好可惜啊 這球球 還不站起來 還不站起來 其實這球球很漂亮 但很可惜打後了 他今天失太多 Easy Sword 對方有個很好機會 扯深一點 過來左邊教黑球 相反來說 Sony對著Easy Shot 真的不太容易 是啊 很穩陣 Easy Shot Easy Shot方面 Sony好些 還有一些壓力的球 在重要的球 的時候 他好像暫時來說 他還是處理得好 比陳國明 可能會不會 就是 香港球手 不習慣那麼早比賽 這個是一個原因之一 對 大部分香港的球手 通常都在 下午的三、四點 才開始上波樓 對 因為練球之類 都是那些時間 晚上那時 就是跟球員 互相交流一下 這麼早比賽 我想都是很少可 是啊 因為香港的球手 通常 香港的比賽 通常都是晚上的 好漂亮 不教球了 Sixteen Sekiel 盡量不要把紅球勾出來 盡量打薄些 做得不錯 同班达16 又是ZQ时间,我们休息一会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亚洲赛球錦标赛八强的现场 是由香港的陈国明对泰国的桑梨 目前泰国桑梨是以4比1领先 分数仍以49比14领先 这个球球桑梨看来要尋回落底去设定 我想她不会选择走白球上去 如果要走要打得很拼很拼 她设定得很漂亮,这个球流的力量 陈国明还有一个机会 刚刚足够,乘位 接下来陈国明有两个选择 她可以直接打开那两个红球 或者打黑球时再打开 我看起来这个桌子的窄角度 都不太好打 我看两个球手在今天都失了很多球 桑梨無論如何都要在这球球里面 应该要打开场的两个红球 不然她也不够分贏 因为她打开了27分 桌面还有51分 1 如果卡到底是最好 卡到下一個紅球的底 卡到這個也好 1 他現在形成的角度 黑波可能他不知道他背不背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背仔出現 如果背仔出現 他可能要衝2枯筋去教 這球球都有一定的難度在 因為背仔要打這麼法力的球 2枯筋或者一個法力的 stun 1枯筋 看他怎麼做 勢力了 應該就有得卡 但我想他也不會去打 其實在我感覺上 這場球的水準也不是很高 因為經常有很多時候 chance都是打到幾分 有個代口 你也是打得過幾分 用些chance用得不太好 兩個球手 Sony可能想去切這個球 很薄 太薄了 分數57比22 陳國明打cushion哪個 還是打外面那個呢 外面那個 不是 其實他在這個情形 他打入面那個也是對的 因為他要清袋 他這盤球才能贏 他一定是需要去打球 但不是很幸運 他撞了紅球 賣孤筋 1 不知道這個球夠不夠 角度 應該可以扯一孤筋撞散 或者一棟 一孤筋去撞回紅球出來 撞回出來 對,很漂亮很漂亮 還是差一點點 如果再撞厚一點 他的中袋就可以打到中袋 這球球現在有設定的 可以把球藏在黑球後面嗎 不錯 拼球接著 Ivan Chan,7 拼球也很如拼 但是拼球完有沒有壞呢 我想很難會輸到參試給陳國明 很難 很難 夠正就行了 是啊 很容易拼到好位 的確是夠正 純粹是就力水 你國明的機會很好 白球有機會沉他的藍球後面 現在打 這樣打? 都可以了 有運 有運 如果沒有打擊的球 就要送中袋 是啊 現在他現在對他有利了 這個藍球再開放得好一點 那他這盤球 他現在清袋的情形更容易 如果他有參賽事 還是看到的 Sony很棒,撞到黃窩麥克森 沒錯,這些真是很懂計算的打法 對 這些是一些有用的桌球 在比賽中,但應該沒那麼好看 但很實用 很實用 塞尾台 好,盡量,歐米出來 這個連銷帶打很漂亮 有關,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場梯 陳國明,現在這個球打黃球就可以 直接打黃球 只要打完桌面的球,他就贏了 都沒甚麼選擇,最好打最好教 還要打一個綠球 看一個綠球可不可以教得到 問題就是一個綠球 3 不知道他調校尾袋還是中袋 還是選擇 他現在這個球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一扣子或兩扣子 去撞出綠球 他選擇是撞 撞不到 很可惜 5 撞就要給右手邊篩 對 因為你發了力 發了力 可以教士隆架,把白球收在籃球 但其實他近一個球 我覺得他應該選擇調校閘位 因為射入永遠都是差勢 對 駁一個閘位 駁一個閘位也沒所謂 5 2 1 2 如果你把白球留在中袋附近 必然教得到 對 最主要是 你只是打一個球 然後就下來那幾個球 而打 顧問論點都好 現在都叫做設定Q 分數距離23分 對 會否拼球 我想他應該拼 但他可能會撞過藍球 埋伏 甚至是 收到白球 他應該是一種 這球真漂亮 100% 3 很漂亮 正如你所說 他在必殺的球中 打得很好 他做得比陳國明更好 在這方面 這些球對他們來說 更加沒問題 7 真的很可惜 陳國明在這種情況下 輸了 12 看來已經大勢意去 陳國明已經 不能設定了 只剩下兩個球 都預備起來握手 桑梨下一場 應該會對毛罕默 沒錯 巴基斯坦的毛罕默 還進去 18 有封道 不用他打了 結果桑梨是以5-1 的陳國明 他在四強的對手 將會是巴基斯坦的毛罕默 好 那麼精準的賽事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一會兒回來見